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時間過得很快 中秋節還要到 好的 重點來了 中秋節大家都想好烤肉 喝淡泡 不然吃油 一定要的 如果說油吃一口就是 不像如果肉吃太多 吃這些油可以稍微解釁一下 油的油皮 我那時候伯伯的 會讓孩子滴 也會讓毛小孩滴 然後給他拍個照 然後應景一下 我們一定要吃一下雲蛋 大家都知道 麻刀雲蛋很有名 麻刀雲蛋其實不是跟 麻刀才出產的 它是一個名稱 所以 麻刀雲蛋 我們現在中秋節要到 你會知道 它是生長大顆還是小顆 其實都是麻刀雲蛋 我今天也要來上課 我們請到 很高興就請到了 農委會的副主委 陳天壽先生 以指我們的文彈達人 慈敏小姐 我們歡迎二位來到我們現場 我是農委會副主任 彈天壽 我是文彈達人慈敏 我們今天跟美鳳約什麼 台灣十大產地 全國文彈一起來 歡迎 歡迎二位 歡迎二位 好 美鳳姐 美鳳姐 妳好 美鳳姐 妳好 妳好 歡迎兩位 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麻刀 文彈可以做什麼樣的料理 或是飲料 還有很多有多東西 因為中秋節要夠了 吃一個文彈 是大家覺得 就是很應景 而且它的纖維質也非常好 又好吃 是 請問二位今天要來 是要分享什麼樣的料理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什麼樣 又香食蔬 跟我們的 我們現在兩位 上來來做料理 今天的話就是由我來 什麼 主持 然後我會請 副主委來幫我們 做一個料理的協助 這樣 我們兩位都可以當助手 我們做助手 助手 妳煮 我們還副主持 對 妳主持 副主委剛才 就是這樣 你剛才說的是 今天我們跟美鳳 我覺得你叫我美鳳很清晰 是 很好聽 因為我們是東鄉 對 我們是東鄉 對 東鄉 我們都雞人 好 師兄要做的是 還有一項 就是我們先做 虱目魚的食術這樣子 因為這個要汆燙過 然後我想說我們請 副主委 做小幫手 陳先生 副主委 等一下就麻煩你 好 撒下去 我去台南都會 撒下去 對 台南撒下去很多 我覺得 我也很適合帶台南 是啊 台南早上就吃得很醜 我也覺得 要最適合的 對 因為撒下去 我們來講 這是我們 在台灣叫做家瑜 加魚 是 在台南大部分 以前都牽牆 吃再去的時候 撒下去 黏肚 魚燈子 肥 頭 台南 台南其實還有燙的牛肉 對 也還滿有名字 我做名字 你看 還會飯吃 很適合我 是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裡面的 所在裡面 有這個撒下去 撒下去 還有一些小農的 這些東西 一些新鮮的菜 這個撒下去 它這個是 它的鯉雞的部分 是 它比較不像 然後就是 它的蛋白質其實滿高 是最精華的部位 是 那個 補助我們可能就是要 先剝這個玉米筍 是 這個我有練過的 因為這個 直接用剝的話 可能會弄得到處都髒掉 然後我習慣就是會把它稍微剝開 像你剝刀筍一樣 這樣嗎 我不知道 剝開一下 一口一口 不過我吃太多人都蒸好了 都蒸好了 就這樣子就剝出來了 所以就沒有那個問題 會說 那個手手要流下來 對 對 它又說要泡茶的 泡茶 我們在現場看到 很多 雲蛋 為什麼中秋節就要吃雲蛋 吃油 因為 你說的就是 中秋節 剛好就是 應該是 白樓的後面這幾天來 中秋節 油普通是在離開的時候 會開花 開花 對 油開花很清湯 本來用油的花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 譬如我們飲料可以做 茶包 加工起來 油的花可以 因為抒發 是 只要六塊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 剛好我們知道中秋節的時候 會吃 剛才就是會吃葉餅 也會烤肉 南部的烤肉是 以前我小時候 北部很少有烤肉 南部烤肉來油膩 這個東西剛好 柚子 剛剛好 我們來 解油膩 所以就是這個葉餅 這裡還有解膩 還有副主委說有一個 要給大家猜明 給大家搖看看 我也來搖 妳來搖 我來搖 搖什麼 我說 青部包白部 白部包茶色 茶色包蝦米 給妳用一口水果 青部包白部 青部 擺開裡面白部 白部之後 擺開的時候 是不是一般就像茶色 我們外面的 是茶色 對 它沒有擺皮的時候是茶色 擺開的時候就蝦米 我們兩個捏那個 青部的蝦米 所以 這就是油 對 沒有 其實裡面 後面那我不知道 我說 青部包 青部包白部 不過裡面這個形容詞 我還第一次聽到 白部包茶色 茶色包蝦米 了解 就是這個油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加上這個 對 對 好 好 我們這個蝦米 聽說雲蛋的 有處理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中秋節的時候 大家就會吃雲蛋 就是它因為 雲蛋就要一顆圓圓 代表團圓 然後它裡面有好幾半 大家團圓在一起 可是有一個民間故事這樣講的 為什麼中秋節那一天 我們大家都要吃雲蛋 因為有一個 它應該類似有陰陽眼的年輕人 有一天中秋節那一天 他們家來了一個小鬼 就是那種小鬼 他趕他都趕不走 後來趕到後來他覺得很深 現在就不理他了 後來他就拿一顆雲蛋來 然後就把頭這樣一切掉之後 那個鬼的頭就斷掉 所以我們就中秋節那天就是 當天一定要切雲蛋來吃 可以 所以有這個故事 那天一定要吃個雲蛋才行 所以油就是 它的那個 又 諧音 不團圓 中秋節是8月15 對 團圓 團圓 所以一萬一年這樣 很硬 一萬一 好 現在我們 現在已經切好了 也要下去燙燙一下 好像 麻豆才有麻豆文端 其實我剛剛說好像說 只是名稱吧 應該是種 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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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台灣裡面有10個地方 都是很好可以種 麻豆文端 文端的這種種 其實這個麻豆的文端 就是差不多在空虛 就是康熙差不多40年的時候 我們福建中秋 引進來 在台南 我們台南的叫做 鴨鴨那種種的時候 就是有麻豆這裡的人 過去路過的時候 就把這個種 兩刀米換六種材 回去麻豆種 種後 結果在麻豆那裡的時候 他們覺得這個很好 所以 於是就是 架枝 就是在引進 在那裡種 所以就形成麻豆的 這個 這個文端 這樣由來 這個產品 其實在 不是只有台南 有這個文端 包括咖宜 竹竹 竹竹 竹竹也有 這個也行 我們的芬林 芬林 我們的 也有 新北市 也有種 有種這個文端 就是 比如說 我們的花蓮 我們花蓮就是 這些都很一樣 台南就是 所以有10個地方 不知道 包括都有 那種 比較就是台南 這個棹的棹的棹的棹 比較大 文端 到底是 應該是洗得比較好吃 還是大顆比較好吃 這個文端的經環 普通它是老章在生的時候 老章 對 老章就是 它差不多25年以上的文端 這個老章在生的時候 它的那個 枯比較小 它的皮膚比較細 所以老章的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的 它的情形 所以 我們在竹也有一個方法 在竹的時候 就是 在竹這個文端的時候 包括它的 我們你說它的底部 底部就是要 要 要 變得比較看 比較平 這樣 有一個三角的感覺 老章的人說 因為我買回去 是不是要放幾天了 再來吃比較好嗎 它是這樣 就是我們普通在竹的文端 一條差不多400到500的功課 你回家的時候 最好是可以 放一禮拜 兩禮拜 叫做 吸水 或消水 吸水 消水 再再來吃 消水再吃 但是如果你說也不一定說 現在有的 如果方法管理好 是 方法管理好 或是比較慢 比較慢的時候 你如果散開的時候 它的 它就是 定義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說 還要消水 那種 好 但是就是說 因為那邊那個就是 比較大塊 那是老章 那是新章 新章是這顆 新章比較大顆 新章 這個 這個就是新章 比較青 比較青 這個比較老章 這也是大顆 老章的大顆 對 因為它一章起來 有的 很小顆 比較大顆 對 了解了 你看 差這麼多 對 它這個比較 比較細 也比較細 比較細 是 其實美鳳姐 我想說 也 也教大家怎麼判斷 好 像老章 老章也會長那麼小的果 也會長這麼大的果 對 新章也會長這麼大果 可是我們要教消費者說 怎麼去判斷它的不一樣 美鳳姐有沒有發現 有什麼不一樣 長相 長相不一樣 對 它這個就是這樣 大三角 一樣跟小鬼一樣大三角 然後新章 它的大果 它的頭就像戴一點帽子 戴關帽 所以如果長這個樣子 是新章的大果 這個沒有浪費掉 做了很多 就是加工的延伸 像包括我們現在要加了這個醬 用柚子的果肉 大果 把它做成和風沾醬 然後做成這樣料理 像我們這樣料理 把它淋上去之後 然後我們攪拌了 然後就是一道很輕鬆的料理 我剛才有看到你 把油油下去 我們還可以拌一下 是 再拌一些下去 是 所以它有 我們剛剛沒有加什麼鹽巴都沒有 就是要用這個和風沾 來提它的味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攪拌一下這樣 對 了解 好 現在我們這是什麼樣做的果醬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跟美鳳姐說 大果 就是小果 對 然後我們把它的皮 還有它的肉 起來加了蜂蜜 所以變成一個 本身這個柚子醬 我們今天要分享就是說 我們用熱牙吐司 我們把它塗完 這個有時候一些親子活動 跟孩子就可以在家玩起來 就這樣把它塗上之後 然後就很簡單地蓋上 然後我們直接放在這個 熱牙吐司機上面 我們蓋著 讓它烤一下 好 等它燈熄掉的話 就是烤好了 好 還有一個什麼 氣泡水 也是我們用那個 柚子的 也是它的那個 其實它這個滿多用口 今天我們帶著分享的 就是這罐就對了 對 是柚子的蜂蜜的果醬 然後我們只要加了果醬 然後加了氣泡飲的話 其實調和起來 就會很好喝的一個飲料 很香 很香 有 有那個油的香味 有一點鮮味的感覺 而且它又 又不會很甜膩 對 所以有鮮味 我們本來的油裡面 就是有鮮味 它果肉跟果皮都有了 有多少 隨性 如果你覺得想吃甜一點 我們就把它加多一點 看個人的口味 這樣嗎 真的 還有那個鮮味 以前我們很多 好棒 很多就從韓國 都要橘子醬 好棒 其實我們自己做的柚子 其實還不錯 它纖維又多 然後果皮的膝也都存在 現在是氣泡多放下去 就這樣攪拌就可以了 這樣嗎 它很便利的 好 夏天這樣子 平常一下 而且也吃到了纖維 好 這樣加薑片 攪拌 攪拌 好 就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準備上菜了 準備上菜 我們現在就來試吃了 是 好 那我來試喝 妳來試喝 給人吃 好 這個好像很方便 而且我也很喜歡氣泡水 是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我們就來 這個加氣泡水 就好像那個 那個氣水加了什麼 水果 那個感覺 因為它本身 因為氣泡水不甜 這個稍微甜甜 如果再加一個冰塊 也是很不錯 冰冰涼涼 又吃到纖維質 然後吸也豐富 沉沉沉沉 妳果然好手法 真的 其實我們文端可以做很多 就是加工品 譬如說 剛才我們說有一個新臟的 似乎沒有的 對 它可以做很多周邊的產品 譬如說 我們現在有譬如蜂蜜果醬 果醬 還有什麼樣的 果醬品 你剛才看的這個就是 這個是百果 它是喉嚨 就是有點把握喉嚨 它是 就像剛剛 就是我們的喉嚨 又癢癢 含著的話會 就是可以改生 以前都是用那個 叫做八仙骨 現在就是有八仙 八仙 剛才那個蜜餅是什麼 這是把文端的皮 把它蜜了 露了青梅汁 然後吃起來 它皮本身維他命C很豐富 就是皮裡面 膚膚的皮 拿來再加以利用 這裡和皮也重量 這樣很香 還有很多很特別的 譬如說 大家看 旁邊那個 把它的皮 或者花的精油提煉之後 做了很多的洗髮 接磨乳 包括一些清潔用品 通常都有 包括面膜也都有 所以在附加價值這邊延伸 做了一個很加實的 一個加工 了解 一般來說 就是油本來我們種 我們種做的東西是 直接來這裡最好 但是如果有一些 就是我們本來在摻頭摻尾 摻尾 摻尾 有時候我們剛才說的 心臟 比較沒有那種 沒有夠的市場的整個 都是做一些加工品都沒有浪費 滾頭到尾都可以 全國利用 包括洗碗筋 你要洗碗的時候 那個洗碗筋很天然 還有一個以外的香味 所以說 副產品 對幼農來說也有很大的幫助 幫忙 對 出一點點農業費 出一點點到農業費 出一點點都是要幫忙農民 很好 對 來跟他的所有體育 他們都很辛苦 很認真 對 在那裡做 還有一點問題 今年還有這個 文旦的新活動 文旦的活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今年就是 我們有10個 就是10個區 這10個區就是 都是有這個文旦 就一起來 這10個區裡面就是 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叫做 超門文旦 快傘活動 快傘活動 就是一些 北 中 藍 對 譬如說在台北 有台北火車頭 或是我們的洗碗店 或是我們台北花博 那些廣場 它有這些 我們叫做超門 娃娃 它的店出現 譬如說它出現 它一次出現都五個 五個如果是 我們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去跟它合唱 合唱的 然後上傳 文旦一起來的Facebook 這個活動 就有機會去調整 調整 這個精美的獎品 好 剛剛我看一下那個 FB那個類章可以給我 也就是說如果我想要知道 它快傘店 快傘是在什麼時候 快傘我也要知道 才有辦法碰得到 那我去關注一下 你可以上它的Facebook 文旦一起來 你上傳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 計劃 它的快傘 什麼時候會在哪裡出現 然後你就去跟那個娃娃 其中三個 反正有拍到照片 上傳 所以大家要踴躍來參加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中秋節我們面前 吃油 當然也要很感謝副主委 和慈敏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我們台灣的麻糬文旦實在 很香 又很美味 纖維質又夠 然後它的副產品 又可以把它做成這麼好的 譬如說蜂蜜果醬之類的 都是文旦的香氣 中秋節也記得到了 如果你要文旦 或要送伴手禮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 對不對 當然我們也來應急一下 第一 我們一定要支持台灣農業的 他們的辛苦 他們要認真去做的東西 對 我們還研發出來 這麼好的座邊的產品 當然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福氣 也是台灣之光 好不好 大家踴躍參加 是 今天非常謝謝 不過有一個 就是說外面 是 如果要更了解細節 是 可以在美鳳的粉絲團裡面 它也會揭露這個資訊 這個很重要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是 謝謝二位 好 謝謝 先祝中秋節快樂 謝謝 好棒 跟我們分享 謝謝 我現在就開始吃油了 因為我過節的氣氛了 是啊